左小康就畢業於台灣國立技術大學的博士畢業 他是一個很年輕和很有才氣的畫家 近年他的藏家群體也越來越多 他的作品以他自己的表達是孤隱的滋味 你會見到他的作品裡面 他的山、水、石、雲、海、天空 都是以一種靜態形式去展現 他水裡的波紋和這些雲層霧氣 全部都是以一種靜態形式去呈現在官者的眼前 亦都是他自己心所嚮往的一種生活的地方 畫面是以券本來呈現的 第一他是很喜歡送話 好像送話那種寧靜莊嚴 那種安靜的姿態 他這種構圖方式叫做一角半堅式的構圖 就不會將整個畫面呈現在官者的眼前 而是將一些這個畫面應有的地方切割開 去令官者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有些人會呈現 有些人會呈現 有些人會呈現